我們就 目前是先這樣子啦 對 目前以六字為主 喔 還有 有可能和周杰仁結婚嗎 這是又石板洗成這樣子 就怕我沒看到 因為剛剛也有網友說 妳跟周杰仁最配 我想說妳會跟周杰仁結婚 最覺得妳最適合 其實大家可能會對於 因為妳們有螢幕的那種 尤其那一次的演唱會 這是那個螢幕的 情侶的情侶 對 螢幕的情侶 尤其那天真的是 周董演唱會那一場 演藝出來的時候 說實在真的很好 妳有在嗎 我在啊 妳很早就知道我表演嗎 我大約猜得出來 但她其實很保密 都沒講 但是我讓她選說 因為我想 我不可能每一場都去看演藝術 有時候我說 那妳覺得我應該是看哪一場 他們就自動幫我選了禮拜天 真的喔 我以為妳是後來被通知才過去 沒有沒有沒有 她跟我講 螢姐妳看禮拜天好了 我說好啊好啊 妳們安排就好了 就前一天她就說 對我大致上講說 然後明天 我說特別來賓是誰 她說 那就是 會是一個 驚喜這樣子 我們想說 再大驚喜不就是蔡依林嗎 妳有猜到 對喔 那不就是蔡依林嗎 她就說 他們就沒有 但是妳也會覺得說 有可能真的是蔡依林嗎 嗯 但是妳有感覺她 因為之前妳的演唱會她有去 呃對 呃很久之前 對很久了 那個那個毛 那個皮草的那一次啊 就是update 為了她她不做 J1演唱會 對 那時候有去那我就在想說 欸也許她演唱會 依妳們依 就人與人之間 依我連妳的性格 用講義氣 可能她跟你講 妳說OK我會去 嗯 但是沒想到 等了一個晚上 我一想說蔡依林要出來 到底在哪一趴出來 對 已經這麼晚了 我後來講說 該不會今晚了 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 對最有趣的 尤其是 現場不知道的人 對 然後聽說的那種 像我們這種 或是完全不知道的那種 我覺得最刺激 對 他們最刺激 但我們也是很刺激 是因為這樣 我知道妳會出現 但我一直在想 都已經到了 演唱會uncle了 怎麼還沒出現呢 我想說會不會 會不會是江二姐 就是江會又特別來賓 今天晚上的喬段 其實就是二姐 根本沒有妳這一個 我想這樣 後來沒想到 嗯 而且我每一段都在想說 會不會這邊就是妳 等於妳跟我燈神一樣 對 我燈神說 欸魔術是不是變出來 是不是對 對 是不是大家都在猜 魔術 欸那那個是不是 一個一個都沒有 嗯 是uncle的時候 而且uncle還不是第一首 好像 uncle第一首是什麼 因為我剛好在準備 也不是第一首 喔是嗎 對不是第一首 我記得不是第一首 蛤 所以後面想到 欸 最後她這樣出來 就這樣出來 嗯 就叫大家解決了 那個真的是給大家 就像她講的 下 下瘋了對不對 對 她沒讓妳們下瘋了 對 她下瘋的時候很早就講囉 今天晚上會讓妳們下瘋了 她講下瘋的時候 我都以為 真的喔我不知道 她有講好幾次說 今天大概會讓妳們下瘋了 那我就以為她講下瘋的時候 妳就要出來 哈哈 怎麼也沒出來呢 也沒被下瘋啊 一開場就出來 是我演唱會 哈哈 所以妳就會覺得說 欸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真的還蠻有趣的 嗯 而且那個畫面 真的非常漂亮 那已經攻佔各個媒體 妳的臉這幾天 喔 嗯 其實那時候做的時候 本來就覺得說 因為我覺得表演一定要 讓大家覺得很印象深刻 超印象深刻 那個可以彈個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再彈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只是我覺得後續發展的東西有點太誇張了 對 後來等一下要複合說 就什麼連塔羅拍什麼都出來了 就算妳們怎麼樣怎麼樣 對 那個就算是比較屬於誇張的一點 欸那妳自己事後妳有看 妳應該有看過新聞報導 有啊有啊 因為我想要看我到底唱得怎麼樣 因為我完全聽不到我聲音那天 喔真的喔 因為 即便有帶音樂 因為大家 尖叫聲一下子 妳嚇瘋了就對了 對 那我剛好看新聞台上 看自己有沒有走音 哈哈 就喔還好沒有沒事 就 因為妳自己看到妳跟那個 周董兩個人在舞台上 嗯 妳自己看到妳們兩個在舞台上 表妳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就比較好奇這一個 呃 我覺得 就是 我表現很好 哈哈 欸我覺得妳現在肢體語言真的很好欸 很 很Sexy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當每次 我去當嘉賓我一定要做到嘉賓應該要有的那種加分效果 超級加分 所以呃我就 所以要邀請我當嘉賓我一定要心理準備我一定是去雜場的 哈哈 一定會讓妳直接超過妳如果表現不夠好了馬上超越妳 對 真的會這樣 我會抱這種心態去 去準備 就是當別人嘉賓或是自己的演唱 只會讓妳直接 對對對 嗯 真的有那種效果 而且我覺得妳現在應該可以去演戲了 演得很好 哈哈 那個表情 那個肢體語言最後還要這樣摸她的臉的時候 眼睛還這樣一副要 大家想那一刻都以為這樣會不會輕下去 就那麼一點點 嗯沒有 對 妳演的那個之前有惹過嗎 呃之前 之前 呃舞蹈老師排的是 定住 就定住這樣摸的 不用摸她的臉 對 靠她摸她的那個 那這個臉是妳自己 就是這樣定住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在彩排的時候我就跟 呃舞蹈老師講說 我待會 我還有跟那個周協恩講說我待會會摸到哪裡 妳有跟他講我會摸到哪裡 對 然後在哪裡要cue音樂 對 喔 因為那個中間是停 對 停的時間嘛 對 哇那整個效果真的超級 那個 我跟你講妳周邊的朋友應該也都告訴妳 欸那個真的是很經典的畫面 對 然後我周邊朋友都在學那段舞 對啊 超好笑的 欸那個舞 我同學還從升降才開始模仿 妳同學喔 對我蔡邦的朋友 很好笑 他們那麼厲害喔 那個舞也不太好學 沒有他們就只是 就是味 就是感覺 味道 然後一定要摸 反正就是那個經典的東西 他們一定會抓到啊 經典的東西就是摸他的臉 對 然後頭這樣看大家一下 然後往前這樣對不對 對 喔那真的是大家 這個讓大家討論很久很久真的 嗯 這樣的畫面其實也不太 不容易出現真的是 嗯 是給大家真的一個 我想 因為可能 媒體塑造的 的 氣氛是我跟他只是仇人 對 妳覺得是媒體塑造的氣氛就對了 對 對 所以呃 就 大家會更加的那個覺得 哇 對還有那種 我覺得 那個連新聞 不知道 新聞台啊 可怕 討論新聞事件那種都在講 我就覺得很誇張 對 這兩個人現在到底 對 就是鄭弘怡的節目 也在討論 有嚇到我 現在說哈 鄭弘怡也在討論這一題 你那時候看到的感覺也不覺得 我覺得很好笑 而且重點是我媽打來跟我說 欸妳看一下人家在講妳 妳媽這樣子講的話是 那妳有沒有看完妳自己感覺是怎樣 沒有我只看了一兩段啦 因為我覺得 他們 就旁邊不是會有一些證 就是要發表 特別來賓 對 我覺得那些記者 就是 就是也是很有idea這樣子 可以想很多 對 就是好像 欸他好像是我朋友還是怎樣 就是發表很多 一些蠻特別的論點 對 其實還蠻特別的 嗯 嗯 就是想很多 欸那一段子給大家帶來蠻多娛樂效果的 對 妳媽媽看到妳上鄭弘怡 鄭弘怡節目在討論妳的時候 媽媽怎麼講 她媽怎麼說 她 我媽去 打來叫我一定要看啊 就 然後我就說 然後只要每個廣告破口 她就打來妳說 妳有沒有在看 妳媽 我說妳有什麼好看的 她說沒有 當然在稱讚妳啊 什麼之類的 我說哪有啊 媽媽有沒有看 那天她沒有去看演唱會 我媽在 妳媽也在 對 妳媽自己回來 我跟她說我要去表演這樣子 那她回來有沒有跟妳討論說那個表演是怎麼樣 有啊我媽很喜歡啊 她覺得眼神什麼之類的 非常好齁 對 她很喜歡 妳媽會不會也跟她陷入那種迷思 就是覺得妳們兩個真的是天 天 天 就是 非常 這個妳要問她 這個我沒有問 妳沒有問過她 她沒有關心過妳的 尤其姐姐姐婚了以後 感情事情 對 她是希望我 我不要 不要 叫全內人 全內人 對 她是希望 因為她看 因為我姐夫的條件很好 然後又這麼愛我姐 嗯 然後 又跟我媽相處得很好 所以她希望是 不要 她覺得圈內的都比較 浮 就是飄浮 飄浮不定 不穩定對不對 個性 對 可是 妳要教圈外人的機會其實也不太高吧 是 是 對啦 叫 叫要那種 有勇氣 對 受媒體批評的 因為妳知道只要聞到一點 立刻 那種 或是傳聞什麼 然後開始那個 我可以想像啦 她還沒發生 因為她變透明的喔 她就開始 她的履歷表 哒哒哒哒 現在出來 從 身家調查開始 對 然後交過幾個女朋友 對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跟你怎麼登不登 對然後 因為連我姐都有那個表格 所以我想說如果是我 一定是 更誇張 對那個表格 絕對 而且那個表格還會拿來跟別人做比較 然後配不配 對 然後按一個配 配 勝 還會勝喔 還會跟那個 這是標準配備 對 還會跟周杰拿來 所以我覺得 要追我男生 一定要那個 有心理準備 姐姐我們幫妳 會不會姐姐那邊 姐夫那邊會幫妳介紹 嗯 姐夫那裡沒有 沒有 我有跟她講說 欸妳有沒有好的 有介紹給我 或是介紹給我姐妹這樣子 她就說 喔那妳來我姐 婚禮那天啊 很多她朋友從美國回來 這樣子 結果那天有 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誰看上誰欸 真的喔 真的 我以前就覺得 就像妳講天后是一條不貴的 當然因為想到說 喔我跟蔡依林交往之後 我只要跟她 可能出去看一場店 糟糕了 回來就像妳講 那個表格已經做好幾個 對所以我覺得要 妳要 妳要可能 出去的時候 要有那個心理準備 對啊可能被寫嘛 嗯 這是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妳夠不夠 就是 勇氣可以承擔這些 別人 對妳說 欸妳是不是怎樣 欸妳是不是怎樣 對 所以要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天什麼 不歸路 天后 天后 不歸路 那是雜誌寫的嗎 還是 就是有人說 天后是一條不歸路啊 我 還是妳自己講的 妳講說 天后是一條不歸路 我沒有講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自己是天后 天后 歌唱這條路 唱歌這條路是這條路 可能妳講 也是講過唱歌是一條不歸路 嗯 我好像沒有這樣講過欸 反正就後來有一個 可能 對那個標題是那個定義 我覺得 現在 尤其做藝人 是真的蠻辛苦 尤其現在剛出來的新人 我覺得 真的 就是妳可能突然爆紅也不是 就是 妳要 然後 爆紅就要開始 承受 更多的壓力 壓力跟質疑 然後妳 妳要慢慢 一步一步又很 很慢 又很辛苦 所以那些 要炒新聞的 或是直接 沒事就要寫我的 嗯 那種就是 我覺得蠻累的 其實有一種啊 如果我是男生 我可能說我要追蔡伊利 我喜歡他或幹嘛 也許很容易就簡報 對 對 沒錯 如果一個男的敢這樣子的話 所以每次 可能藝人選項啊 比如說 那妳覺得 妳要選誰當女朋友 選我一定 可以 會寫一下這樣 對 所以 所以大家不選我 很可憐 好像毒藥 會覺得自己像毒藥嗎 就是如果妳是怕 真的 被媒體寫說 妳 妳可能 寫到我 就會 講得好像是 妳為了要講半年 成名 或什麼的 之前彭宇彥有這樣的困擾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憐 那妳又會這樣對這個朋友 比較 覺得她竟然也不 欸她還蠻那個 沒有 我有給她心理輔導 妳有心理輔導過 從以前到現在 只要是提到我 都會有這種命運 嗯哼 妳要接受這樣的命運 才能跟我做朋友 呃 沒有 我覺得 當然 做朋友 一定是要緣分 嗯 就是妳如果怕東怕西 那我覺得 也不要做朋友 對啊 因為像我也有朋友的 朋友告訴我 可能是這一圈的人 就說喔 她不想要 比如說像我剛開始認識李懿 或是李維 比如說李懿 拍到到我們家 因為我們常常聚會 都在我家 然後她就說 欸姐姐不好意思 她就一直跟我不好意思 因為她跟我 她會被寫嘛 說到我家 什麼之類的 她反而會說 跟你講說不好意思 對她就像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才認識嘛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是一群朋友 不需要 我說妳很三八 妳幹嘛這樣 像連房子都會這樣覺得 喔真的喔 就會 對 有些人會 不想要 讓我覺得說 好像我在見你草心為人 或是讓我的公司 覺得 覺得好我在見你草心為人 對 所以我覺得 藝人跟藝人 要當朋友可能需要 妳基本的信任度 對還有緣分 如果是真的很怕 說 喔我不要 怎樣怎樣 我覺得那要成為 真的很好的朋友 有點難 對 那現在 就是 只要妳跨過那一關 也就OK了 就是 大家就是 還是活得很開心 就是 交往 還是很 很活躍這樣子 所以妳也不好